电脑突然出问题,该着急没办法。 别怕,安全模式来救场。 安全模式启动时,Windows仅调用有线文件和驱动是解决电脑故障的秘密武器。 要是在安全模式下,故障消失,就说明默认设置和基础驱动没搞鬼。 可进入的安全模式有三种类型。 启用最小安全模式,以最少驱动和服务启动,启用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。 在安全模式下还能上网,启用带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,适合专业人士使用命令提示符操作。 进入安全模式,只能用PIN或密码登录,指纹,面部识别暂时用不了。 好在从Windows 10B68995起,安全模式支持Windows Hello PIN登录,排查故障更方便。 接下来,本教程将一步一步教你把Windows 11启动到这类安全模式,轻松搞定电脑难题。 大家好,在Windows 11里边,如果想进入安全模式,有很多种方法。 这个视频我给大家介绍三种方法。 第一种方法,我们只需要点击开始菜单,点击设置,点击左边的系统,在右边,找到恢复这一项,点击一下。 一个高级启动,立即重新启动这个按钮。 第一项,点击立即重启。 重启之后,我们到了这个页面,选择疑难解答,点击一下。 然后点击高级选项,点击这个启动设置。 你看,它说重启以更改Windows选项。 例如,其中第四项就是启用安全模式。 那我们点击重启按钮。 在这个里边,它说按一个数字,以从下列选项中进行选择。 数字四就是启用安全模式。 数字五就是启用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。 数字六就是启用带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。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选择。 那假如说,我输入六,启用带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。 重启之后,需要我输入密码,登录进来。 那大家看,现在我这个系统就进入了安全模式,并且打开了命令提示符。 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在这里边可以输入各种命令,因为没有启动网络连接,所以网络是不可用的。 你可以试试选择数字四和五,体验一下另外两种不同类型的安全模式。 那进入Windows安全模式的第二种方法呢,我们点击搜索,输入Run,点击这个运行选项,打开运行窗口。 在这个里边输入命令MS,Config,点击确定,就打开了系统配置这个窗口。 点击第二个Type引导,那这个里边有一个安全引导的Checkbox,我们点击它。 如果你选择了这个Checkbox,并且选择了第一个最小,那么它就是启动了最小的安全模式。 如果你选择第二个,其他外壳,那它就是启动了命令行的安全模式。 如果你选择第四个,网络,那它就会启动带有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。 那么点击一下第一个最小,点击应用,点击确定。 这个时候问你是不是重启,我们点击重新启动。 那重启之后,你看这个Windows上下左右四个角,安全模式这个文字,这个就进入了最小的安全模式这个状态。 除此之外,我们还可以通过Windows命令行来进入安全模式。 我们在搜索里边输入CMD,然后右键单击命令提示符,点击管理员身份运行,点击是,就打开了命令行窗口。 我们先输入BCDEDIT这个命令,它就会列出Windows启动管理器和Windows启动加载器里面的信息。 如果你的Windows里边安装着多个操作系统,那就会有多个Windows启动加载器。 我这个里边只安装了一个操作系统,所以只有一个。 那Windows启动管理器呢,是用来管理这些安装的Windows操作系统的。 那Windows启动管理器里边有一个default选项,它的值就是缺省启动的Windows启动加载器的对应的操作系统。 那这个default选项的值是crank,这个启动加载器的标识符是crank,那么Windows就会自动的启动这个操作系统。 那如果我现在想把我这个标识符是crank的这个操作系统,启动成带我们连接的安全模式,我们只需要引用这行命令。 bcdedit的斜线side,然后是大括号,大括号里边就是这个Windows启动加载器里边的标识符crank,后边是safepootnetwork,这样的话就会把标识符为crank的启动加载器对应的操作系统,启动到带有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。 我们回车一下,显示操作成功完成,我们在运行这行命令,搭档,斜线R,斜线T,00,回车,这个Windows就自动重启了。 重启之后,你看这个Windows的上下左右四个角都有安全模式的字样,并且打开浏览器,它是可以上网的。 比如我们点一个链接,它就访问了一个网站。 如果你想让你的Windows11进入最小的Windows安全模式档台,那你可以运行这条命令,BCedit,斜线Side,括括号,crank,这个crank就是这个Windows启动加载器的标识符,然后safepoot,minimum,回车,然后再运行这行shutdown,斜线R,斜线T,00命令,来重启系统,进入最小的Windows安全模式。 那如果你想把Windows启动到带有命令行提示符的安全模式,那你可以运行这行面,BCedit,斜线Side,括括号,crank,这crank是Windows启动加载器的标识符,safoot,alternate shell, yes,再运行搭档,斜线R,斜线T,00,回车,就可以了。 之后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